看新闻啊 新闻上讲拜登 拜登老年痴呆啊 他这个在一个会议上面 叫了这个Boris 英国首相 波利斯约翰逊 是吧 但是他就不知道 旁边这个澳大利亚总理的名字叫啥 想了半天愣在那了 然后说 哎呀 这个跟我们共事的澳大利亚的伙伴 这个家伙叫 想不起他名字来了 其实是莫里森 莫里森总理 是吧 哎 这个事情 他们在一起开会干嘛呢 原来呢 居然是 一起决定给这个澳大利亚 提供支持 让澳大利亚人能够自己生产这个核潜艇 哦 这个澳大利亚人生产什么核潜艇 这么一个小国 这么一个南太平洋上的国家 他要核潜艇干嘛 基本上针对中国的 但这事呢 其实是之前就已经有了的事啊 这个澳大利亚人当初是给这个法国人下的订单啊 据说法国人其实是很重视这个订单的法国的海军集团公司 法国的这个总统都这个高规格迎接这个莫里森啊或者澳洲的政要去参观访问看 但是呢据说有这么一小道消息 说这个澳大利亚的军方的人跟这个法国人说 哎 我们谈谈价格吧 然后法国人说 哎 现在谈了 我们 这个放假 我们休假 等我们休假回来再谈吧 这几百亿美元的生意啊 人家就不放在眼里 不如他的休假重要 所以这法国人太懒了 所以呢 据说就这么一个原因 把这个核潜艇的这个生意给打脱掉了 当然现在法国人很生气 这是盟友们干的事吗 把我们的这个订单从我们手上深深抢走 是吧 所以这个世界啊 有这个联盟 那个联盟 其实到利益面前呢 屁也不值一个 所以这个 几个眼啊 或什么的 哎呀 真的都 在最终会在这个金钱面前被打败 所以澳大利亚这个举动 将会引起我们的什么反应 还得拭目以待